Hey what's up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说唱全又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最近人气在上升的A伞 爱之恒居然陷进了抄袭风波 有人扒出了爱之恒的歌曲 有抄袭的痕迹 最关键最重要的是 爱之恒他也自己在他的新专辑评论区 承认了他自己是抄袭的 而且在他的新专辑Bet to Bet的段落中 和Central C非常相似的段落 而且最重要的是 A伞前不久才发了社区rapper的MV 各方面流量数据都是上升的状态 现在突然又爆出了抄袭 这个真是非常致命的 我还记得上一个被爆抄袭的rapper 叫做Jinks Joe 在说唱全 你的说唱音乐只要有某一个段落 和某一首歌曲相似 用不了多久 总有网络小警察把你爆出来 现在目前说唱全的抄袭的定义 其实也是非常模糊的 大部分人我感觉他也是不懂装懂 听到了别人用了相似的flow 他就定义为抄袭 一个同类型的音乐 节奏点会重复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目前行业内最扯的一件事就是 到底flow抄的多少算是抄袭 抄袭的面积占一百分之多少算是抄袭 没有办法去定义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裁缝rapper 甚至直接汉化别人歌曲的rapper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听众已经是非常的反感了 其实对于这些rapper 我也是非常恶心的 大面积的段落 重复 或者说直接汉化别人的歌词 这个就为抄袭 如果你的hook或者这首歌的华彩点 是别人用过的节奏或者旋律 这个叫做抄袭 诸如此类 如果说抄袭有一个理性的鉴定 去辨别每一个rapper的作品的话 恐怕会更公平公正一点 这样的环境才会健康一些 ok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到评论区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ok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我们明天再见